请你帮我这样做 其实就是简单的方法 你平常在家里 你在做化妆水的时候 就可以做微型的去角质的动作 怎么做 就是一般我们用化妆水 你可以搭配化妆棉 化妆棉在使用的时候 你用打圆的方式 很多人都是抹一抹 就结束了 对不对 你用打圆的方式 尤其T字部位 鼻翼两侧 嘴角边边 特别容易堆积角质的位置 你用打圆的方式 用打圆的方式 它在做一个所谓 利用化妆棉的一个 吸取化妆水之后 它有微微摩擦的动作 其实你每天养成这个习惯 它就来帮我们把表面的这些 所谓很薄很薄的角质 做一个很简单的去掉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 去角质的方式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方式 你每天做之外 如果你比如说有重要场合 你需要做比较认真的 去角质的时候 你就是做完一般的化妆水 请你再做 精华液的动作 一般人擦精华液 是不是也是点点点推推 请你做完这些 推的动作之后 用两根手指头 局部的再按压一下 其实它在做一些 按摩的动作 很多人想说 按摩跟去角质有关系吗 其实它在做 我们肌肤的水域循环 它就会让你的肌肤 明亮起来 也正强带戏 是